诶 眼前这个少一厘米就不是糖果的小桂物 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就这2010年由俄罗斯ZLab公司开发的歌绳子 不知道大家上次打开它是几年前的 反正我的粉丝最近打开 说那是根本玩不下去 全是广告 一关一个广告啊 这一下就勾起我的好奇心了 于是我上各大APP商店小搜了一下 发现一些主流的安卓平台 基本上找不到歌绳子一代的游戏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二代 被这个游到一代代底的原因啊 当然在iOS到时找到了一代二代 包括穿越版本 OK我们小站一点之间一探究竟 首先这iOS的一代还是熟悉的味道 开局收到一个陌生的快递 里面装着一只只吃糖果的小东西 那想必就是奥姆无遗了 随着刀片的划开 游戏也正式开始了 这玩法大家都非常熟悉 游戏的目的就是通过一系列解密 让糖果顺利的掉到奥姆的口中 但仅仅吃到糖果还是差点意思 要想完美通关还得收集关卡中的新星 这正当我还在重温歌声者乐趣时 他跳出来了个提示 困难关卡要我看广告 获得免费强化 我非常自信点了取消 您猜怎么着 倒也不是关卡难不难的问题啊 是我点一次重开 他弹一次广告 而且这广告还不是国内那种 倒计时30秒结束的 他广告他内置游戏 你还必须得玩 不玩这广告他就关不掉 非常的折磨啊 不仅这重开关卡他跳出广告 进入下一关他也跳出广告 你想好好玩个游戏 那根本不可能 重开一次卡你一分钟 我就不信有人有耐心玩得下去啊 有人说了 飞行模式 好我打开了 看着啊 重开广告 谁说有用的 谁说有用 但是除了这些恶心的广告外 游戏确实还跟之前一样 没有任何的内构 不过反观这iOS歌声之二代 哎 加入了国服代理的buff 那特色可不就来了吗 不登陆 你根本开始不了游戏 你还想断网玩 痴心妄想 玩法跟之前老版本一样 但是 过关弹窗 你必须给我忍着 而且 时不时还会问你 想过关吗 过关容易啊 28块钱买个解密萤火虫 一步 一个脚印 手把手带你过关 当然 这只是冰山一角 打开内构 就我根本想象不到 国内代理能够在 哥绳子这种游戏里 开超市 强化道具包 也就是三种道具的三合一 15块6个 28块 12个 58块 25个 无限 328块 三合一你先贵 人家还分开卖你 糖果雨 气球 解密萤火虫 全部都有 甚至还出了皮肤 也得要钱 分成小奥姆皮肤 糖果皮肤 还有诡计皮肤 哎对 就你哥绳子那一下 他也做成了皮肤 8块钱起步 最贵15块 15块买这个玩意好好 还有游戏的糖果皮肤 一个8块 奥姆皮肤 8块钱起步 最贵22块 但是如果你想买套装 那老贵了 15块起步 最贵 皇家套装38块 接下来 iOS第三款 歌绳子玩穿越 不仅玩法多样了 广告花样 他也多样了 底部广告 贴片广告 还有插入广告 齐活了 一样不少 付费道具 也一样不辣 不过这个比较礼貌啊 他断网 他会提示你 通过广告 支持免费游戏 如果你想要离线模式 那你得付费 说实话 我真的理解 免费游戏有广告 不管是开屏广告 还是贴片的广告 我都能理解 只要不影响我正常游戏 但是你 一关一个强制广告 还无法关闭 你这 你这礼貌吗 你这 多憋一伙行不行啊 5分钟一个行不行啊 我玩一关30秒 看个广告一分钟 我狂吃狂吃 看广告的时常 比我玩游戏还久 对于我这种 看视频都要快进的人 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好吧 但是 当我打开安卓的 个神值2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下层 PCC版本啊 无线萤火中它3块 无线道具9块 全关卡解锁6块 我那个 iOS对比起来 那简直是杀猪啊 无线道具直接差了300多块 皮肤也非常的便宜 我不知道是什么操作 多过广告 依旧是有 但是比iOS少一些 反正总体体验下来极差 iOS是真别玩了 都臭了 广告能谈哭你 安卓嘛 如果你想回味 好好找 应该会有一些 老版本的割绳子 好了 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影片哦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